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他身上自然地透露出自信和从容 皮特轻敏了一口咖啡 这片田径下似乎没守着神秘的期待 他们将皮特的思绪带回了那个曾经灿烂的年轻岁月 清晨的校车上 男孩和女孩依偎在一起 一人一个耳机分享着最美好的音乐 昏暗的路灯下 女孩心疼地抚摸着男孩的脸 观察着那些因为他打架而留下的伤口 篮球场边的场椅上 伴着银铃般的笑声 女孩将三明治整个塞进男孩的嘴巴 毕业舞会上 男孩拉起女孩的手 在舞池中偏然共舞 我还记得那些曾经很单纯喜欢的感觉 那些片段无疑是最美好的 因为那是属于我和他 共同的回忆 共同的故事 共同的念 凯米丽坐在梳妆台前 手忙脚乱地打扮着自己 望着梳妆镜中已经装备完善的自己 凯米丽却露出了犹豫的表情 即将要与多年未见的她再度重逢 凯米丽的内心犹如打翻了五味屏 激动兴奋之外 又夹杂着一丝忐忑 女人的天敌 不是容颜的美丑 而是岁月留在脸上的痕迹 她会期待见到怎样的我呢 我是否会让她失望呢 这时 凯米丽的脑海中 闪现出了一段尘封的往事 女孩都是爱美的 每当自己精心打扮后 都希望获得心爱之人的赞美 但她总是微微一笑 并没有我期待的那种欣喜表现 某天 女孩忍不住问道 你不认为我越来越漂亮吗 你是否期待我变得更漂亮 男孩依旧微微一笑 然后拿起身边的本子和笔 画了两幅画 第一幅是有着非常漂亮面孔的成熟女性 而第二幅则是女孩本来的面容 画面上的那张面孔充满了朝气和活力 没有丝毫岁月的痕迹 男孩问道 你认为这两张画 哪个是我最想拥有的面容 女孩看着画 一时间表情错愕 然后笑着指向年轻的自己 开美丽望着镜中的自己 露出了会心的一笑 抽出一张纸巾 将口红轻轻抹去 与其能装艳抹 不如回归本质 伴着银克林发出的清脆响声 咖啡馆的门被缓缓推开 开米丽走了进来 她打量着周围的每一个角落 终于和皮特四目相对 望着眼前的曾经记忆中的那个人 皮特有些手足无措 那股从容仿佛突然溜走了 眼前的她 仍是记忆中的她 开米丽却欢喜地笑了 多年不见的她 原来没有变 开米丽的笑 让皮特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经过咖啡馆中的畅谈 两人好像又回到了 那过去的时光 两人并肩在街道上漫步 不时对视或低头浅笑 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 谁都不想将这段时光结束 你以前一直问我 为什么喜欢摄影 其实是我急欲保留住那一刻的自己 将那一刻的心情冷冻住 比如现在的这一刻 开米丽害羞地低下头 说道 其实 有些心情 有些面容 永远不会被忘记 开米丽抬手挽住了皮特的手臂 皮特身子一僵 转头看向开米丽 随即发自内心的笑 全写在了脸上 两人构成了一幅温馨的画面 时光的车轮并没有带走一切 它们就像若干年前一样 依偎在一起 我无法让时光倒流 但我可以让它流逝得很慢 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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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糊 乖 眼影